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也要邀请到部长为我们详细做秀明 欢迎部长 主持人好 各位先生大家好 我是藏心材料理群人 因为放在县坊跟张伯后面 所以我想后面我会有较多的时间可以节省掉 所以可以跟大家讲一段话 昨天是塑胶中心30周年期 在做一件事 塑胶中心的萧总经理讲了一段话 现在我们在这边是塑胶中心的18大楼 在2017年 塑胶中心第二栋大楼 一财大楼在工业39路落成启用 现在正在规划10路的培育大楼 正要新建 在工业38路、39路、4路 三条路短短不够600公尺 但是这一段路 这个里程碑塑胶中心走了30年才走到 这过程当中很多的辛苦很多不容易 这个利益在塑胶中心的所有同仁心里面 今天我们一起去在这边 其实我们也是共同要来看 来见证台湾的一个里程碑 那就是台湾的热缩负财 藉由台湾的产业团队 将热缩负财应用在结构建设这样的里程碑 那今天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坐在这边 都要共同来成就这样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是产心材料 那我们公司主要是做 我的部门主要是做具体素质 那这个具体素质也是应用在副材 那今天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说 也是介绍一下产心 因为可能产心对各位可能遇不见的那么样的熟悉 包括复合材料的发展趣事 还有产心副材的一个开发引进 还有现在正在开发的游缩副材约的对性 那我们公司除了说是亚洲合成素质的 那个领导公民厂商之外 另外我们有两项比较强的一个产品 就是用在电子材料上的干木框组 就是用在PCB板上的 那另外还有光物化的材料 那我们公司是创立在1964年 全球颜工有4900多人 那我们的研究人力有596人 要介绍一下说我们的经费 其实占了我们的那个营收有3% 那相较于那个这样子的研发备用 大概就是在十几个亿左右 那生产基地有24个主要是着重在台湾跟大陆 那我们的研究人力里面主要是在台湾有4% 50人 那做博士加起来大概占了48% 那为什么要介绍研发经费就是要感谢一下我们老板 愿意花这么多钱 让我们投入在开发新的产品 那才能够有这么多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创新引进 我们的研究基地主要是在台湾高雄 就在屋主 然后在那个大陆的苏州 那相关娱乐做产品的开发主要是在台湾这里 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 大致上有素质的核心技术 也是一开始介绍 我们在核生反应方面是比较强的 那随着核生反应之后 我们也去开发的那个徒步技术 应用在PCB盘上 然后特殊配方技术 那由这些技术我们去做了一些产品的那个开发眼镜 从素质到那个印刷电路板所用的材料 也包含了铐木光组 然后有光固化的材料 包括钢瓶 那一个铐木光组 这是光固化的土料 那持续之后用这些核心技术 在各个领域再去做产品的开发 包括在半导体产业 光电产业 然后最新的含有一些能源产业 那在2016年之后 我们也跨境了那个生意部分 那一开始是做血糖试剂 那在COVID-19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做到一些COVID-19 那抗体的一个检测 那现在正在开发更多方面的一些 四季的一些开发 那随着产业的发展 我们大臣也有不少的那个新的发展方向 那今天跟我今天比较相关的 大概就是在高性能柱子材料部分的一个 这个右手部材 那能够利用在一些绿能方面 包括风力、太安能、银电池 那当然我们主要就是希望说 在业界能够不断开发新的材料 那跟那个业界的伙伴 一起来扩大那个市场 OK 那接下来就讲到附合材料 那附合材料有 就是借由補降材 跟COVID-19材料来结合 那这个结合其实 有比较重要就是在这些加工方法 因为纤维是纤维 素质是素质 怎么样让纤维有 能够得到一个好的素质环境 那才能够发挥纤维的一个特性 那就要靠这些加工方法 适当的使用 那我们讲高分子副材 主要是在那个纤维强化 目前这里 那连续纤维的部分 刚那个帐模式也要介绍到 就是 那个以UT 形态维组 那么在肺内区的部分 有 那个长纤维、短纤维 那长纤维的部分 就是需要有单方向的排列 短纤维就是 那个防射的排列 那这一张 就是 跟大家介绍 复合材料跟金属的一个 抗张的一个强度跟魔术的比较 那可以看到说 左下角这边 那个金属 包括钢、鋁硫金 都在左下角的一个位置 那 那 左上角部分 有玻璃纤维的一个负载 那 右上方则是 那个碳纤维的一个负载 那这也是取决于说 碳纤维跟 玻璃纤维的一个材料特性是不一样的 它具备比较高的强度跟魔术 但是不管是 玻璃纤维或者是碳纤维 应该都能够在轻量化 在比重上 能够取得 那一个优势 跟金属来做比较 那这张图是从 2018年的统计 也会对 2023年之后做一些 那个市场面的预估 到2022年为止 全球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使用 那个 量是 208千吨 那预估到2030年的时候 它会是两倍的成长 那会到来到那个 526千吨 那这一页是将 那个碳纤维 碳纤维复合材料 做一个应用的分类 左边是以 它的数量 来区分 右边是以它的一个 销售营收来做区分 那可以看到这一页里面 航空 航天军工 那个占比最高的是 那个14% 那但是它的 那个销售收入 占比 来到是6.7% 所以是呼应到 刚刚系列图长所讲的 在航空 航天这一块的话 其实碳纤维的使用 它的一个附加价值最高 它也能够做最多的一个研究开发 那另外一块就是 在体育修行的部分 它这部分 可想见就是 有一些高端的消费支撑的 碳纤维的使用 那这部分 这部分还在持续不断的开发 那使用上我想 不只是高普求 包括的那个 驶行车也是一个应用非常广格 那大家所知道的 风电的部分 风电部分 其实它的那个使用的数量 是蛮多的 但是 比那个经济效率来讲的话 其实占比不是那么高 所以在风电的使用上 大多数是 用在做一个一个 基础的一个力学性能支撑 那这些是加 碳纤维固材料 使用的区域 来做一个探讨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以区域来讲的话 中国单一区域是量最大的 那北美包含的 美国加拿大 那西欧 还有日本 那日本也是在单一国家里面 占比较大的 那这里面 日本的碳纤维供应量 产能也是比较大 包括Torrel 然后地人 还有山林 那在这一页里面 讲到一个 副彩的发展历程 那早期从 那个热物素质 结果成热物的副彩 到现在 要变成 那个热作副彩的一个 那个趋势 那从 应用帐 从球拍到自行车 开始 逐步的将碳纤维 应用到 那个 逐步的一个 加强结构 那接下来应用到 那个 航空太空 甚至风电 那现在比较夯的就是 将这些负载引进到 我们的交通 应数载去 那我想 轨道交通 是一个大家也是 蛮 蛮 蛮 常碰到的 现在轨道交通 也是要求轻量化 那么能够提高它的一个 承载量 承载力 不管是高铁还是捷运 包括我们台湾的那个捷运 还有轻轨也都开始使用了 副彩作为轨道交通的材料 那在这个使用里面 在这个使用里面 材料特性就是从高强度 轻量化 一开始是从这里才发展 那是要取得 比较多的一个运用的话 那必须要强调 加工便利行动快速成型 但是未来的趋势 除了 这些生产的一个要求之外 还要能够说 那个环保 要系统说材料可以回收 可以再利用 所以这就造就了说 那个热缩附材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 从以前到现在 这样比较高 下面这张图 就是从1960到2018 那个热缩附材的一个 那个量的一个比例 那比较一下 那热缩附材 跟热缩附材料的一个 材料材料性 那刚 有 当我有介绍到 热缩附材料的困难就是在 寒进很难 寒进很难 那 为什么热缩附材 比较容易 因为热缩附材 在寒进之前 它就是一胎素食 粘度是敌人 它是先寒进到素食里面 再去做化学反应 所以它的一个寒进性会比 热缩附材要好 但是在它的一个储存上 除了素食人生之外 还会有固化剂 那固化剂一般都是 那个 那个 固化瓶 所以在储存上也是一个风险 那再加上说 我们碳机会比较常用的浴缩附材料 其实已经将我们的固化剂 做到 放到浴缩附材里面了 所以我们的浴缩附材料 都要在 富和氏度以下的 那个 棉棉柜去做浩存 这个也是一个 非常耗电 然后库存不容易的 库存存变也高的一个 那个 状况 所以 在产量口径上 热缩附材料 就有这样的缺点 即便是素质 也有一个 那个危险品的一个问题 那在加工性上 其实热缩附材相对 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一些快速的方法 但是 如果说是以浴缩附材料来看的话 那么 它的一个 那个加工 生产周期 还是比 热缩附材料定 因为热缩附材 它并不是 那个 化学反应 它是一个物理变化合一 它是作为一个物理塑形 所以只要提供 足够能量 让它们够多受限 那么 它的一个生产周期 会 远远会短于 那个 热缩附材 那因为这个生产周期的问题 所以会 使得 热缩附材的 生产成本 会是比较高 那 热缩附材 那 回收附材料 当然 热缩附材料 要真正做到 打破化学界 再回收 这是不太容易实现的 这个科技 不想要 发展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实现 但是热缩附材料 只要有规模 那么 能够将 这些材料回收 再去 进行分离 那么就可以 可以适度的去做到一些 回收的一个使用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 厂新附材的一个开发 这里会跟大家讲到 热缩附材 还有结构胶 还有我们光芙画的一个 那个 热缩附材料 然后最后是介绍 热缩附材 热缩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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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应用主要也是高强度 轻量化 所以在 一些新 比较高级的 改装进材 会去使用碳纤维 這是一个进气管 那在 风力液片上 如果是在15年前 应该 风力液片大概是从 從二十幾米三十幾米一直做到現在的一百二十五米 台灣現在要去離岸風電要做的也都是一百二十五米這樣的一個長度 這裡面就需要減重 剛剛張柏惟也介紹到了 如果是使用單純使用貨圈 沒有去減重的話 這樣的一個發電效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導入了那個碳結尾去做它的一個結構量 增加它的強度 然後在工業本體的設計上去做一些減重 有了這些熱部載要其實 熱部載 負載是可以用碳接 但是它不容易用寶接 因為寶接破了它的一個結構強度 所以 當要使用負材 來做 那個 接鎖的時候 有可能負材跟負材 有可能負材跟金屬 跟不同的材料 跟新材 所以 這時候如果用膠殼 那就是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 那個 加工方式 用膠方式的話 可以讓 原本的材料 免於受到不安 它也能夠避免掉 焊接它的一個電位差 導致說生鏽的一個 那個狀況 這是我們開發的一個結構教的實力 利用在遊艇上 大家也知道 遊艇跟漁船不同 漁船是要載 載重量要多一點 但是 那個 遊艇它就是要 開得快 所以遊艇特別強調 要清涼化 那也就 整個船除了說 那個機件的部分之外 電機的部分之外 大多數全部都是用負荷材料 那這一個實力 就是 那個 夾板跟船體的一個連結 那這一個部份是 在 團體 四周圍它需要有一些 做一些補度 然後 也跟船空彩 跟船空彩去做一些連結 甚至為了輕量化 所以 那個 油艇本身需要有一些 新材 做為 隔音隔熱 降低重量的一個 那個材料 那也是需要用 膠來做的一個連結 這個是一個 那個 產障壁的一個 連結 那這個部分就是 結構界的一個連結 這個也是一個結構界連結 就是加強兩根重量的 那個連結 所以不管是同 同時或者是一直 在 接著的一個 那個方案上 我想結構交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那個方法 那接下來就是介紹一下說我們在 熱部的素質上 如何來加速他的 那個 生產方式 生產速度 那我們是利用銀鏡 原本是 利用溫度熱部的方法 改用 那個 加入 光 單體 光影發劑 一些 UV的單體來作為 解決方案 那 那這是一個 非台灣管道的修復 那 什麼叫CIPP CIPP的英文是 Cured in Place 也就是說 在 它是一個原位聚合的概念 在 已經存在的管道 已經收到 迴損 會需要 補露 那麼用 原位聚合的概念 把管 把管件 把軟管 深入到 這個底 左下角這個圖 就是一個 施液 把這個管道 白色的這個外層 這是一個軟管 把這個軟管吹進 那個 管道裡面 再利用 藍色這個 熱水 加熱 蠻固化 這是一個 舊的一個 那個 工法 我們現在新的工法就是 上面這個是一個 UV UV 燈 它可以是拱燈 可以是 LE燈 讓一台 那個小車子在這些 UV 燈進入管道裡面 去把 那個數值做 負荷 那這樣的一個工法 你就不需要再把 原本的破的管制 給重新劃出來 再放 那個新的進去 這樣的工期 會比較差 我們在使用的 那個數值的一個開發 加入了光護化的方式 大大的縮短 它的一個 加工變異性 同時 因為 這些派合 有分 上水下水 下水就是裝汙水 上水是裝飲用水 所以 汙水的話 你的材質 可能可以比較 不用任何摘意 但是 就上水 飲用水部分 我們要在意說 有一些化學的小分子是不是 會深入到我們的營養水裡頭 所以 在 數值的開發上 除了說我們 使用的一些保鋸子或是 乙烯溪的那個數值之外 我們也開發 沒有小分子 沒有小分子沒有乙烯溪的 那個產品 來作為那個 上水的一個材料 最後就是 介紹了我們今天講的 熱瘦複材 熱瘦複材它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特性就是 成型怪素 相對也比較容易實現這個化的生產 因為在熱物的 一個工法上很多我們都需要用能工 因為在這個特性能夠讓我們整個生產的 成本能夠降低 雖然說 把那個材料放進來之後 讓我們的責任能夠變大 所以他整個 total cost 能夠比那個使用熱瘦複材的方法能夠更低 這個部分跟剛剛 那個謝組長的研究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自己的經驗 做個研究 以熱瘦的方式 預信要去疊塵 那我們 前面的機材配置間跟後面的配置間其實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 熱瘦的 那個反應上 前段我們 大 大概都要加熱到60到 120分鐘以上 那 但是 用熱瘦複材的一個工法的話 因為只是要塑形 所以如果 是以預信要成型的話我們大概 加熱冷卻 20分鐘可以完成一個固件 如果是以 那個住宿 設宿的方式來講 應該 都在5分鐘裡面全能夠完成 所以以一個傳統的熱瘦成型一個固件 要大約120分鐘 那 如果是以熱瘦的那個 掌間的設數來講 一個固件程序時間只需要 小於兩分鐘 所以這是一個60倍 生產效率的差異 剛剛 那個協順也介紹到 熱瘦它是要用小時來計 熱瘦它是以分鐘來計 所以它大概是 差異了60倍 這也是我們的一個 實際案例 左邊這是一個墊片 這個墊片 螺色所固力要大於 那個6-1-0 不會破例 如果說在 現有的工程塑膠加上短纖維 都是耐不住這樣的一個壓力 承受重量 使用的那個長纖維之後 增加它的強度 才能夠通過這樣的一個測試 左邊這邊 就是 那個 齒輪跟 這個鋪板 這個是要用的鋪板 這個齒輪是需要 耐磨的 有一些 耐磨磁性 那 有一些熱量的一個 需要的阻抗 用了那個 這個熱瘦負傷之後 替代一些鋼 金屬當然能夠減少它的腐蝕性 在這個補材上 它的一個優點就是 如果現在是 現在一般使用是金屬的 但金屬 對於 那個患者來講 金屬的那個 乾性 要強 所以使用上 會比較不舒服 那如果說是用熱瘦 用熱瘦來製作的話 那相對生產成本就高了 而且各種不同的尺寸 你可能 那個 生產上會更慢 所以 用熱瘦負傷來取代的話 我們這個設計是 用 包射的一個設計 裡面會是一個廠纖維 裡面會是一個零續纖維 然後外面再用 那個廠纖來包射 做埋射 這樣子的一個 設計 主要就是說 讓 原本使用 金屬 用熱瘦材料的人 能夠知道就是說 他有 更換材料之後 有一個新的優點 那 這些成型速度高 自動化生產 整個 成本降低 我們也曾經去試算過 如果說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同樣的 零件 不同材料 集工法來製作的話 鋁合金 鋁合金的 物件來講 大概一個 是 市面上需要 效售到60塊 但熱瘦的話 會比鋁合金要低一點 效售到45塊 但是如果說你如果用 那個 長降給射速的方式來講的話 會比熱瘦更有效力 那 可以降低到30塊 最後再介紹一下說我們 黑巴的熱瘦補材料的特性 這張我剛剛那個在 張柏的那個資料裡面有看到 不過這裡面 這裡主要講的不是costal 是他的一個 機械性質 那隨著纖維 長度的增加 那麼不同的 那個纖維長度 他所顯現出來的機械性質 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 那個 最低的是沒有纖維的 然後依序 短纖維 長纖維 然後那個 最後是那個 那個UD 零記纖維 那 短纖維長纖維對他的差異 不是在於 他歷史的長短 不是在於這個歷史的長短 這個 長經緯的話 即使你要切成這個歷史長度要切得多長多短都是ok的 但是他最重要的就在於說他那個 歷史內纖維的單一方向 那這個圖來看的話 短纖維 他的排列是分成的 長纖維他是 單一方向的 也就因為這個單一方向 他才能夠將 纖維的特性 凝聚在一起 大為那個增強強度的一個共效 那在三種 短纖維長經緯跟 連續纖維 三種 那個 檯量的一個 那個比較 長經緯 他雖然是 那個 強度最好 強度最好 因為 電位強度最高 但是他在使用上 如果碰到一個比較複雜的 幾個設計的部件的話 長經緯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因為碰到一個拉角比較大的 你要去鋪跌 不要 不管是熱 不管是熱瘦都有他一個困難度 但是你如果使用短纖維的話 那麼他很多地方強度設計要求是 不夠的 所以 以往我們在使用上就是在短纖維跟 累積纖維當中會有一個 空 會有一個空檔 長纖維的開發 是剛好就是補足的這個 那個空檔 長纖維的一個 那個強度 他是可以達到 連續纖維的一個下限 但是他又能夠克服 那個 複雜的幾個部件的設計 只要你的模具 能夠 解決那個 達到設計的要求的話 那麼就能夠克服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讓 各位 那個先進 能夠用新的材料 來去 做 創新你們的產品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 這個就是我們的短纖維粒 然後長纖維粒 在這個長纖維粒 裡面 我們還把 這個長纖維去做一些 創新的開發 就是 將他 做一些 在模具裡面做一些排列 然後直接把它做熱壓 不是做色素 是做熱壓 所以就變成這樣一個軟纜維 那實際上這樣的一個軟纜維 跟我們的 那個 波間裡面的Mate 其實有 類似的功效 只是說 波間的Mate他是用於熱部裡面 先含靜 後部化 這一個他是 那個 那個 含靜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塑形 那左邊 右邊就是我們的 UVD 那個熱部副產 除了說 副產的一個產品型態之外 數值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 我們也不能夠Over Detire 所以有些 他需要高溫耐火 有些他是 低溫要煮來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會有不同的一個數值選擇 那這邊講 我們含靜維 含靜維的一個特性 那我們 是以那個 分離製成 來含靜 連續行為 或者是玻璃行為 這個 含靜之後 如果 要切成例子 那就是依據我們要的長度去切 如果不切的話 我會去做成 那個綁材 或者是Table 這個Table當然就是會比較厚 會比我們的UVD要厚很多 這邊要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選擇分離製程 因為 剛剛 張文元介紹說另外一個製程是薄膜製程 薄膜製程他雖然能夠讓 他的一個Rc 比較近 可是 從化學講度來講 並不是所有的素質 都適合去做成薄膜 所以你沒有辦法 把這麼多的那個 創造塑料 全部拿來 那個吹成薄膜 或拉成薄膜 所以 我們在選擇的那個製程上是有 這樣的一個優勢存在 那底下也是 將 我們自己的產品 跟現在 市面上能夠買得到的 那個廠間的影子 去做 一個SEDM的 那個分析 也是這邊看得到就是 空洞的部分 那含清性就相對會差 沒有辦法發揮那個 碳清紋的一個特色特性 那這邊是 那個 我們另外有做了一個 碳墨粉有的 彈簽底子 跟那個純碳 純碳的彈簽底子 才做比較 在強度 大約 比純碳 第一個 5%到10 但是 耐重體強度 對比 那個純碳要高 那這張 我們是拿了三種 材料 一個是 PA6 短簽底子 然後 我們自己 長清 用PA6 來做成一個 碳墨粉的 長簽底子 另外第三個是 那個PA6的短簽底子 那 我們會 長清的 那個PA6 碳墨粉的粒子 來加入到 那個PA6裡面 做不同比例的一個混合 跟PA6的短簽底子做比較 那這裡可以看到說 各項的液體性能 經過了 長清的PA6 碳墨粉的 採簽底子的 隨著 加入的比例越高 不管是拉伸 還是外區 都有增高的一個趨勢 那選擇 那個80 來看的話 就是 基本上 只要添加20%的 那個 大部分的長簽率是厚 那麼它的強度就能夠跟PA6 短簽率是相當的 同時在 彎曲魔術上 還會有優於PA6的一個表現 這個我想 PA6的成本是 高於PA6 而且它的取得是不易 在這個方案裡面 是 以 PA6 波間含量是40% 還有PA6 波間含量是60% 來做一個例子 那加入我們的PA6 看過我們的例子 那以 40%跟60% 作為 作為比較 那60%因為 纖維含量的多 所以它的強度 會有點高 那個10% 但是 在使用上 60%的纖維含量 會使得你的射出的時候 它 射出保護環度是 容易達到的 流動性會更長 所以如果能夠 利用其他的材料的添加 降低 那個 提升流動性 同樣能夠達到 所要的力學性能強度的話 那麼這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案 那 這裡面就是可以看到說 我們只要加到 50-50 加到50-50的話 我們就會將 這些力學性能 來達到 那個 需要用到 60%纖維的一個 設置要求 那這邊是 提供 用 解鋪膠的一個 方案 這邊取得 我們三種 熱縮部材 有 蓋子環氧的 有針內型的 EPS 也用 PA6 這裡面 經過我們自己開發的 環氧結構 EPA6 來做一個 結合 這裡面 拉斷強度 可以看到說 蓋子環氧 4速 4速 KGF 然後 燈內型的 PPS 用3速KGF 但是 PA6 就只是用 小意思 你說 PA6 沒有辦法 做一個 比較好的 一個 連結 所以 如果你是要設計 部件跟部件之間 要去 連結的話 那麼 PA6可能 不是一個 很好的選項 可以透過 其他的一個 類似像 蓋子環氧的 垃圾素質 或者是 增添型的 TPS 作為材料 用結構膠作為 接軸的一個 解決方案 這個大概是 現在我們用到的一些 行業 最後 又講 那個 後來因為 高比強度的特性 能夠實現新量化 在 材料的發展過程當中 就是 要朝向說 快速生產 快速生產 甚至自動化 降低能力 的一個 目標 才能夠去 降低總的一個 成本 我們公司也是 朝這個目標方向 在前進 希望說跟 跟各位先進行後共同在 複產這個產業上 共同去發展 因為 這個行業裡面其實真的 我們是屬於上有的那個 原材料部分 那中間還有經過一些加工 應用 設計驗證 那這個就是 類似像 漢長這樣子的 角色的 大家能夠串聯起來才能夠將 我們 剛剛所講的 台灣的 那個複產產業團隊 將 右手複產 應用在結構鍵 加一個里程碑 能夠打掉 以上 謝謝 好